我们仪器两个手柄各标配有四个探头 这两个小的呢 它可以操作于我们身体面积较小的部位 比如我们的肩颈部 手臂 都是可以用我们的小探头来操作 这样更服贴嘛 然后这两组大探头呢 它可以操作于我们身体面积较大的部位 比如我们的腹部 背腰部 腿部 臀部 都是可以选用我们的大探头来操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手柄跟我们的主机怎么连接 这有三根线 这根小的呢 是我们腹脊板的电源线 这里有个凹槽部分 凹槽部分呢 它是往下的 然后这样子插进去 扭紧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线 它这里有个小孔 是对接我们这个孔位的 它是我们负压手柄的一个电源线 负压手柄呢 我们这个凹槽是往上对接我们这个凹槽 然后给它卡进去扭紧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单级手柄的电源线 也是有个凹槽部分的 我们给它往上 往上卡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扭紧 这边是我们的开机键 这边是重启键 我们仪器打开之后 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界面 有两个选项 左边这个呢 是控制我们单级手柄的一个按钮 这边是控制我们负压手柄的一个界面 操作的时候 我们先操作这个单级手柄 点进去 这个界面的话就比较简单 第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时间 就是操作的时间 它默认是20分钟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 就是把时间调节到自己所需要操作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能量调节 单级手柄我们能量的话是 建议从15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递增递减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仪器操作的时候 它有一个能量显示图 就是像WiFi发射一样的信号 就是能量 我们的仪器已经正常操作了 这也是我们自动识别的一个探头 开始暂停返回 我们来看一下 单级手柄怎么接 这个是我们单级手柄的探头 装的时候给它轻轻按压一下 然后给它扭紧就可以了 操作完了我们单级手柄呢 我们看一下负压手柄点进去 第一个是我们的时间 它默认是20分钟 第二个RF是我们负压手柄的一个热量调节 我们是建议从30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这个热量跟吸力呢 都是要根据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加件 所以是我们吸力的一个调节 然后这个是吸的时间 放的时间 吸的时间的话 跟放的时间是不需要调节的 因为我们系统已经给您设定好了 就是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模式 然后这里的时间就是会自动变更 下面这一栏呢 是我们模式的选择 第一个是长期模式 长期模式的话 就是它一直吸着不会放的一个模式 这个两秒一吸 一秒一吸 二分之一秒一吸 它后面数值越小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吸放的频率更快 我们操作这个手柄的时候 就是要先操作放松的一个模式 一般常用到的模式 就是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秒一吸 然后我们放松模式的时候 这个VAC是可以从89这样子慢慢往上加的 放松模式操作两到三分钟之后 我们就更换于一个长期的模式 第一个 长期模式的时候呢 我们VAC要给它剪下来 从二三这样子慢慢往上加 这个是我们自动识别探头的一个大小直径 这个不用选了 我们系统会自动识别 然后这个开始 暂停返回 我们看一下怎么装这个探头 装探头的时候呢 我们这样子轻轻 也是要轻轻的压一下 然后把它给扭紧 就可以操作了 记住我们的探头要清拿清放 不可以说 然后操作前跟操作完之后呢 都是需要用75度的酒精来清洁消毒 继续